H7N9極惡 全港抗疫 阿大 五頭惡惡 我們好像糟糕了 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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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呀 是一個七歲女童 上個月23日至大前日 去過上海 江蘇和湖南 還在巫食餵過我們的兄弟吃東西 回來香港就發燒和喉嚨痛 昨天去了醫院急症 醫生怕他是禽流感 立即安排他的隔壁治療 再做測試 在香港手中H7N9懷疑個案 我知道 測試結果好在陰性 不過大陸禽流感 來勢洶洶 都是先走了 拜拜你條尾 醫管局的專家小組 都去完上海回來 了解了上海H7N9環節的病情 分析臨床病症 驗血報告 X光肺片和用藥情況 我們都看了上海他們公佈了幾個確診的個案 主要是一些嚴重的個案 基本上臨床的表現 都是一些流感的症狀 入了院之後 有部份人的病情都轉變得很快 死亡率在目前收到的治療都比較高 他們正是和內地專家研究特敏福治療方案 內地專家亦都應醫管局的要求 下個星期交代患者肺炎的病情 劉少懷強調 公立醫院有足夠病床應付禽流感 衛生署、醫管局、悉患和預護 昨天早上都開緊急會 談內地疫情和香港點應據 高永文說不會限制出入境 但呼籲由華東返港的人有不舒服 記住跟口岸職員說 衛生署今天會派多40人抽查旅客體溫 亦都計劃下個星期 是否這樣做活際H7病毒測試 如果萬一在香港 在我們的家禽裏面 發現有H7的禽流感 或者其他比如H5的禽流感 我們會按照一個已經標準的做法 局部撲殺或者全部撲殺家禽 他補充香港有足夠口罩和特敏福 夠應付三個月的疫情 H7N9禽流感充滿謎團 擦源頭成為關鍵 有醫學專家說 大陸慣將家禽放在一起 所以找到白鴿有病毒 都未必是源頭 禽流感在華東爆發 疫情隨時殺你 最受影響的當然是 專討我們夾夾的檔口 兄弟 安心上路 你入少一點 不用自己擔心賣不完 這間食甲的老字號就說 沒有什麼影響 上海來這裡太遠了 如果你在廣東一帶 深圳區會比較害怕 現在暫時沒有問題 賣菜甲的他就說 未聽聞上海要取消菜甲活動 受到疫情影響 縱橫油華報華東團的人數 都大差八成 有團友要求轉團 復活之家園 幼稚園都忙著清潔 他們都會幫學生娘體溫 發燒就不給上學了 上次沙士 搶到斷了市的版藍根 今次就沒什麼market 三元兩任你買 都是那句 雖然我們八甲很可愛 不過最好不要壞我們 很容易傳染